问大家就关于女性问题 大家都关心什么呀 好家伙就是 770条建言 都非常重要 比如说讲代孕的问题 讲这个女性的产假的问题 工作中遇到的性嫂儿问题 都非常重要 但是呢 始终有一条 永远给顶在第一的位置上 你猜竟然是什么 是什么 务必深度剖析 你对于飞红的感情 所以我说 你是完全被揭发了 是不是 我先看看 你看余老师 我觉得你看余老师这样子 人家都这样子对你了 对啊 你可千万别辜负他 我真的觉得他挺好 不是对 为什么不是他被辜负 对 其实对象是他 余老师辜负他 对 以余老师的性格 我跟人家余飞红老师 我是高山仰子 子于至善 借着他 我就跟把自己善了一样 所以这就是受余老师教育多年 我想大家对他的称呼叫什么呢 叫动灵美人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当时我就想 我想假设说 咱就说再过一百年 当这个余老师脸上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 我就要跟他说你终于解冻了 真是春暖花开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大家赞美余老师说他 他比我也就小几岁吧 就是说动灵美人 这意思是动在了一个年轻时候的年龄上 也没有是动在年轻时候的 他也不是有做这个18岁20岁的打扮 就是动在他应有的年纪吧 我觉得 你就是说 现在大家一说就是说 40多岁的看着还能像30岁一样的 这个容貌保养的好 这实际上骨子里还是说年轻漂亮才是美 你就是我揭发这灵魂深处这个对不对 就是骨子里大家对美啊 还是觉得年轻漂亮为美 你就是老了也是说 所以我这几年我才发现文道 什么时候你老了 就是说人家一见面就是说 文道 不是 文道 文道 你一点都没变呢 真好 别人这么夸你的时候 这个话我听了30年 真是 整个社会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一个男性话语在主导的社会 而且我觉得中国其实是退步的 你刚才说进步嘛 这几年 也许这几年某些方面有好转 但是整体而言 我觉得中国从解放后到现在 这个女性权利其实是退步的 就因为曾几何时就革命时期的中国的男女平等在国际上是有名的 你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法国一些女性学者要专门来中国考察你知道吗 就说中国女人太牛了 你看跟男人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裤子都是蓝色的在工厂里面干一样的事 中国女人果然能顶半边天 就那个时候是这么讲的 但你不觉得那是畸形的吗 那是畸形 那真的是不是要男女平等 那叫男女一样 你走到街上你分不出男女的 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女性迅速被物化 被变成一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这个潮流 恰恰说明之前那个平等可能也不是多么的真平等 就文道说那个男女都穿一样衣服的时候 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拍的一个电影 就是人性开始慢慢复苏 就有一个镜头 那个时候有个影星叫张鱼 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电影 这个胸部 我们班很多女同学后来就跟我说 明明这胸长得非常 这个瓷 我不是该怎么不能随便形容 瓷是 或者说胸长得非常好 拿着个绷带 勒的 一定要把胸抹平 直到今天很多就说 跟我同龄的知识女性 我有时候经常校正她们的身姿 我说你怎么老这么带着 是吧 你胸形非常好看 他们就往往说 说小时候觉得有胸的时候自卑 在班里就老扣扣着 扣扣着 就是这种情绪 周星驰的电影 他们讲这个星女郎 三代的变迁 你能看出一点变化 这个里面并不光是就说女性被歧视 反而是女性自主性 那种个性慢慢在突出 你可以看到审美的变化 你看据说早年的星女郎 像邱淑珍张敏 她是这种苏兄半露 那个性感撩人 是这么一个范 就后来到了另一个阶段 你看 就是张伯芝和朱音 这是属于比较可爱 俏丽 对吧 这样的一种范 然后你看到了最新 到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星女郎变成黄胜一 林允 你注意林允 林允这种脸 现在被称为说最时髦的 比网红脸更近一步 叫雏女脸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看有人就这批的 这批的 就是说假如林允的脸 变成这样的话 就叫网红脸 但是事实上林允的这种脸 现在就叫雏女脸 其实雏女脸这个名字 我觉得取得太好了 就恰恰代表了 男人潜藏那种雏女情意结 就总觉得一个女的 是应该是等待她启蒙 各方面启蒙 她是未经人事 不懂事事 什么东西都有待她来教导 就是养成戏的这种感觉 但实际会不会是男性的自卑呢 她觉得这处女未经事事可控 对 所以她好欺负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也是个不怎么样的 但你遇上一个小女孩 你觉得特别好骗吗 这叫做 你有常识会为前男友或者是伴侣而改变自己的一些项目上的打扮 比如对方喜欢萝莉型的 你就是少女一点 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那个因为这次我们在选题的时候不是丢了好多题目出来吗 我真的是第一次为了文涛的节目我还得上网去找一些什么关键字 然后查一些东西然后去看很多人的评论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个女性我找了我打了四个女性崛起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说想讨论这样的题目 后来呢在原来女性崛起真的是有一个TED的一个演讲而且讲的特别的棒 我觉得除了内容很棒之外呢下面的那些评论跟留言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就有好多的这个可能应该真的是直男癌他们写的是说女性崛什么起你看看现在整容这么流行 女生各种的化妆疯狂的爱买保养品化妆品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要讨好男人吗 这怎么还能说女性崛起这分明就是女性的堕落跟衰落 我不晓得你是真心这么觉得吗 就像你问我的问题我会不会为了男人去优化自己的外表 或者是改变一种风格根据她的审美 你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女学者叫刘渝吧 我那天还看着她讲写那么一句话 她说这个每当我想为自己的这个24岁到31岁 很多人都说这段青春过去了之后应该是唏嘘可惜哈 她说每当我想做这种感叹的时候我就想到这纯粹是为了满足男性审美观而来的感叹 所以我就一点也不可惜了 不过我不觉得一个女人打扮或者说是美容做任何事情就只是为了讨好男性 女性也可以为了讨好女性来做这件事或者讨好她自己 刚才那个讲法后面还假设一种异性念观点 就我们我见过很多同性伴侣他们都长得很漂亮 他们会为对方打扮那么更重要的是女性可以为自己 你说我接应你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我跟广美曾经专门讨论过 因为我自己并不喜欢女性能装艳抹 同时我得到数据很多调查发现60%到70个男性 你调查他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或者他喜欢素颜 喜欢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素颜 是真素颜还是素颜妆 还是画得像素颜一样 其实是素颜妆 重点是素颜妆 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所以这个素颜妆比较难化 我就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其实女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真心不是为了要讨好男人的 这两个当然两个问题 那个男人是喜欢素颜妆不是喜欢素颜 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也老跟我讲能不化妆吗 你化妆跟鬼一样 你不化妆 他真的是 你老公得到这来揪斗 他真的这么跟我讲 他跟我讲说 你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化妆 你穿T恤牛仔裤多好看 我现在想那天我分明是化了妆的 但是那个因为工作了一整天 妆基本已经差不多掉光 也都吸收的差不多 就是也差不多是真面目 但是还是有妆 是一个素颜妆 我后来跟你讲 这个男的他会被那个化的特艳斩的吸引 并不见得说明他对他有益 但当然了视觉上很夸张 这就多看两眼 对 没错 真的就是这样 就等于你看那些 猿猴谁的屁股又红又大 你也多看他两眼 你这看 你这看你也别说 不是 就看到夸张的东西吗 你说我们的脸画的就是像猿猴的 以动物来讲 最值得揪斗的是这个 整天装成一副尊重女性的人 但是动物就是这样 所有动物比如说孔雀 或者说是 也是屁股 对 不是 你不是孔雀屁股 就一切动物的 他那种要宣视外形 都是起到这个作用 但我觉得人跟动物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就是动物他原来直到现在 他整个演化过程里面 所有的那种夸张的外形 要引人注意里面 最关键的是性吸引力 但是只有人类呢 慢慢慢慢演化出一个状态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 或者一些已经结婚感情很稳定的人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他讲究自己外形或怎么样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有 觉得要再去勾三搭式 把一群的雄性或者雌性 引过来那个状态 他真的就是因为 他觉得对自己要有一种特别的要求 他对审美有一些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特别的状态 其实要说人性 我觉得说到底人都是艺术家 作品就是他自己 但是你的作品就说活出你的漂亮 对吧 但是你的漂亮有你的三观在里头 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 我觉得像一个老农民一样的范儿 特别酷 他把自己塑造成这样 这就是他的作品 这就体现了他的审美 所以现在很多问题是太一样了 说实在的 就说很多女孩子 比如说这个什么脸 整的都太像了 或者说这个审美太集中于17、18岁了 就说只有这样的才叫 那是你集中罢了 对 你怎么把我心事都说出来 我觉得那是被拿 我不晓得 我比较宿命一点 我很赞同刚才文道说的 真的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在内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长相 我比较宿命 我觉得除了你是你前世的福报之外 还有你这世的修行 你今生的修行加你前世的福报 造就出你一整个人的外形跟面貌 但是你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一路这么修过来 其实你的样子会一直改变 你的状态也一直在改变 你二十年前认识他的时候 他虽然那个时候也很 丑得没法看 但是你不觉得他越来越瘦了吗 对 所以说文道真正验证了那句话 修出来的 就是说四十岁之后的相貌要自己负责 但我就觉得 我等我六十岁看看会怎么样 这现在的年轻的小女 小康的人 一个社会这么公然的 我们去用容貌外形去议论这个事 并且以这个东西为评判一个人的基本标准的话 我觉得这就现在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你比如说就拿我们这个节目来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做谈话节目这么多年 文涛 我们找男嘉宾上来的时候 极少看到底下的留言会议论 这个男的长成这样 还找他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一请到女嘉宾 大家是肆无忌惮的 从头到尾的点评 那么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今天有些东西 可能真没有太大进步 好像前阵子是不是有个 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 北外的 北外的教授 说这个看招学生 招女学生 第一看胸 第二看脸 第三看屁股 第四看腿 说后两项进门出门的时候就看完了 剩下两项就是坐在这之后 主要考察前两项 当然这个教授可能被处理了 被处理 但是底下的留言也有人说 说你怎么一不留神把真话给说了 就是就等于人你不能不承认是有动物性的 就即便你不说碰见一女的好看 闻到你说你碰见一女就方舟美女 你看见她 你愣憋着假装没看见 是吧 不谈她的相望 当然 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说 我知道很多人就会替她替刚才举那个例子辩护 说她说只是大胆 说出了真相 而她自己也是这么提自己辩护 但是坦白讲 你说真相不代表永远都是对的 就等于说我老爱举个例子 我看到个漂亮姑娘 我们的欲望起来了 那然后你走上一个时候 对 我现在想 你看你漂亮 神父欲望 我要情节你或怎么样 这样子说 你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很真实的真话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觉得那人跟禽兽还有多少分别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说太在乎这个容貌 就形成现在女孩的危机感 一般到三十岁据说有一个紧张期 就说这怎么办 那么怕自己人老猪黄 可是你从咱刚才我就说这位画家刘丹老师说这个 她你看就是说在我眼里 她就真能觉得我能欣赏中年女性的美 我一开始觉得她装呢 但是后来我去趟巴黎 我也发现了这个巴黎老太太是漂亮 人家呢也没放弃是吧 打扮的都特有 我一直记得这个一个巴黎老太太跟我这个回眸一笑 你记得吗 就是我有次我第一次去巴黎就看呆了 老太太穿的那叫一个帅呀跟广美似的 咔咔咔过来 而且你说她这个风情 她注意到一个小伙子 我一直这么看着她 结果呢她还是有意思 经过我之后啊 你看老太太跟我调把情 你知道吗 就是有点这意思 我就这一个眼神 不是 我给你 以后你就开始注意老年妇女了 我给你看照片 他们在巴黎街头说有几个老太太的照片 你看看 是不是有范儿 所以说你人家老了怎么看不出这种危机感 一样在街上这么美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自己放弃自己的这个性别特征 我觉得中国有一点的这个教育啊 就我小孩受到的教育会觉得这个老 就觉得小孩爱漂亮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女孩不能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或者她太在乎这 比如刚刚我录节目之前 我就问你 就我美吗 就不是说这个要表扬 是因为我真的丧失了这个判断标准 因为小时候就觉得爱漂亮是不好的事 然后老了之后也是强迫老太太放弃她的这个性别追求 不能穿太花哨的 不能穿太红的 太怎么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 就在小孩和老年都强迫她放弃自己的性别特征 中国好像我觉得还不只是要女人放弃这方面 男人也很放弃 你不觉得中国的男人一大半的自暴自弃的吗 处于那种状态 就是我觉得男人这一辈子都在放弃 你比如说我们男的很多时候 你见到那个男的是从小就被要求 就是一个男的太在乎外表或怎么样 就很娘们儿 然后到现在我们社会上成功人士典范站出来 就是你觉得外形上面总还是可以有很大改进空间 这不只是只身材 而且衣着各方面是不是 对 就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整个社会好像都没有这些要求 不是 我觉得就是我刚认识文道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不是十几年前了 二十年前 刚认识文道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放弃的那种 对 就穿一老头衫啊 中牌了 我说见过难干的没见过这么难干的 开上电视 结果后来发现内秀 但是近些年我发现文道收拾的越来越有款 这就说明你也重视外貌 对啊 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不是 然后说有一句话叫做 比如说有人问一些人为什么中年之后开始打礼节 就是说这个你可能会答一句话 有一句这么一个讲法叫 too old to be casual 就是你已经年纪大到不能够再随便 比如说穿T-shirt那样的一个地步了 你说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觉得那些人好像对自己是放弃了 其实你有没有想到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其实对自己并没有放弃 他觉得那样就帅的是吧 他很努力用他的审美去觉得说我要把我自己穿的特别的那个 就一出来的时候就跌破所有人的隐形眼镜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放弃自我更恐怖 男女有别也有他很深的根源 你比如最近不是挺时髦 这个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个书吗 这个里面讲到 我们曾经很多上百万年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猴爷都是叫狩猎采集型社会 你看男人通常认为比较容易专注 你看发烧友这竟是男的 他像个男的打猎 三天三夜追一个老虎 他目的性很强 他就追着这个对吧 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女的就采集 女的在森林里采集像不像逛百货公司 而且你看女的 我就说往往过去说看电视 女的女性观众很多 女性爱看时装杂志 她都是浏览型 但是绝不是小看女性 有人说实际上咱们当年打那列 三天打鱼两天再往 三天你未必打得着一头野猪 对吗 但是女人的采集型靠着检果子 也许提供了多达60%的食物 对 所以 而且采集社会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还能看到一种 就今天的女性的某些的遗传 你可以这么讲 就是女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集体出去采集 男的集体出去打猎 女的会一直说话 男的是一声不吭 你知道为什么 你打猎 比如说盯着林子里头那头鹿 你怎么能说话 你是不能说话 你会惊动她 但女性在采集的时候呢 她们是一路走一路闲话家常 就我们的 还要唱歌 对还要唱歌 所以女性的这个社交关系 是那时候就社交能力 就那时候就特别发达 比较能够懂得怎么跟人相处 对 而且呢 那女的也都还很自私 对